进入北京南站 苗征踏上了今天他当班的列车 进入驾驶室 这个不足四平米的高铁驾驶室 是所有高科技集合的地方 最前方是减速玻璃制成的流线性墙面 驾驶室前方集成了各种仪表盘 每一列高铁列车驾驶 都由一位司机独立完成 每天少则一千公里 多则两三千公里 这个不足四平方米的驾驶室 就是高铁司机们独自接受的岗位 我跑到锦南西 然后休息两个小时 然后再折回到北京南 然后晚上再去入库 双方灯 路边速度45公里 缓解 确定 11点20分 列车缓缓启动 准点驶出站台 驾驶16节车厢的高铁列车 从45公里每小时 提速到每小时300公里 秒针目不转睛地 盯着前方和仪表盘 行车中 苗针不断地做着手势 喊着口号 这正是每个高铁司机 在列车驾驶中的规范动作 每做出一个对列车的操作 他不仅要执行 还有喊出来确认 更要做出手势 提示自己注意力集中 近些天 华北地区 一直被严重雾霾笼罩着 从北京 试向济南西的途中 一路灰蒙蒙的雾霾 让能见度变得非常低 虽然是严重的雾霾天气 但是高铁列车速度 仍然保持在每小时300公里 这意味着 列车每秒都要驶出83.3米 能见度却不足200米 这让苗师傅 比平时更加小心翼翼 一小时32分钟后 列车安全正点 准确地停靠在了济南西站 下了车 完成了第一趟任务 苗征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到达济南 已经是中午一点多 苗征在休息室吃了盒饭 由于在开车过程中 精力非常集中 所有的高铁司机 每完成一段行程 都必须要在宿舍里休息 那像这种叫 时间都天天不固定 你那个睡觉能睡着吗 差不多 基本上 适用这个节奏以后 都能跟他都能睡着 到站无论什么时间点 都必须休息 这既是身体需要 也是工作的强制要求 司机休息室里 一片静悄悄 苗征的休息时间 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 他又将踏上济南西 返回北京南的列车 今天再次上岗的苗征 坐在驾驶室里 依然是神情专注 目视前方 记得注意到 除了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苗征的脚 在驾驶列车的时候 也始终不能闲着 他一直不停地在用脚 踩着下面的踏板 直到列车 在中间站停靠时 秒征 才跟我们讲述了 其中的旋迹 这个车有一个 你看那个脚踏 ASD装置 每隔30秒 你看现在有红色 出来的报警 这就是报警车 我必须再踩它一下 这是高铁驾驶室的 一个特殊装置 为了让司机师傅 时刻保持清醒 每30秒之内 司机需要踩一下 这个脚踏装置 如果超过30秒没踩 驾驶室就会发出警报声 如果超过40秒没踩 整列高铁列车 就会直接紧急制动 被迫停车 因此 每一位司机 在驾驶过程中 都必须时刻坚守 保持脚踏动作 如果是驾驶较远的路程 那么这将近 四个小时的路程之中 司机师傅 很可能就连喝水 和上厕所都顾不上 虎光灯 站队停车 严守速度 站台右侧 双组停车 轮后选择右侧 傍晚时分 苗征驾驶的高铁列车 驶入北京南站 旅客们平安到达 但是苗征一天的任务 还没有完成 他还需要把在线路上 运行了一天的高铁列车 送回位于北京丰台区的 动车段进行检修 忙活到晚上八点 苗征终于完成了 这一天的工作 但是虽然人在北京 他却不能回家 因为明早 还要驾驶 京湖高铁第一班车出发 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按着灰顶 他只能回宿舍休息 而且出来上班这几天 他还不能使用手机 虽然很想孩子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联系家人 这一出来四天都是在外面 就是住在不同的地方吗 对 每个位都是不同的地方 有可能今天在东东转 有可能明天就在操装所 还有济南或者济西 虚州这些地方 南京南都有可能去 我们在上班期间是 禁止打电话 就是像你这个 在外面这四天联系不了 就是你就妻子 或者孩子什么的 联系不上吗 对 联系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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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